商業方面的說明 商業理論的說明 不是函數的說明 因為它有對應到一些商業理論 那些可能因為我不是學商的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但有些時候為了彌補 我可能某些知識不足 那我會稍微看一下 也許看一下回來再使用 說不定可以更能夠發揮我要的效果 OK 好 那 等一下的話 還有一個VBA 那VBA 會需要幾件事 第一個 如何把剛剛的公式 放在VBA裡面讓它秀出來 而且不會有問題 第二個是 如何把函數 放在VBA裡面 讓它去呈現 也沒有問題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會有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之前我教過各位 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 公式或函數 貼到那個Sales I 可是問題這邊是大型的 有列 有藍 列的話呢 它這個是四列 所以可以把四怎麼樣 改成 什麼 改成AND 對不對 然後中間就一個I 然後再AND 把它隔開來 隔開來 對不對 好 I沒有問題 可是 各位看一下 這個 列 列是用J來表示 J等於2 到11嘛 也許這個是11 2到11 那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 它是B耶 那你必須變成C 變成D 變成 有沒有 那問題來了 我J是數字 可是藍的名稱是什麼 英文 大寫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問題啊 英文 跟數字不match 所以怎麼辦 必須 要想辦法 所以要轉 如果你可以轉完 那這個部分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好 那 那 有幾個方法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 其實 等一下會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 如何把 數字 轉成英文 再放到 我們要指定的位置 本來是B 然後 把2變B 如果它是3的話 要變成C 如果是4的話 要變成D OK 這樣的話就OK了 就沒問題 但是怎麼做 這個才是後面的重點 只是有點難啦 不過也許你現在沒想到 沒關係 等一下 我會提供一個比較簡單的解決方案給各位 以後的話 你遇到大型試算表也不用怕 套工事就可以了 OK 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這些方法 其實因為 長久教這門客 教久了慢慢 大概就比較抓到各位 一般性 上班族的需求 所以 以前都會寫得很複雜 因為 可能我覺得你們應該會 但是後來我發現你們應該都不會 講很多後來發現 大家都 會有瓶頸 所以會開始有障礙 然後一看到這個就跳過跳過了 就會想說暫時眼睛閉起來好了 假裝這部分沒上過 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盡量我會幫各位整理一套 簡單的邏輯 放進去就可以轉換了 這樣最簡單 好 那這個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跟各位說明